最近最紅的英文諧音梗 把所有的這個 蛋 我都不用了 或是電 都可以 我們就變成DAM 都改成英文的DAM 不管是滷DAM 番茄炒DAM 從DAM起 我剛從阿姆斯特DAM回來 DAM 或是荷蘭回來 怎麼樣 OK嗎 女生你會覺得這樣很有樂趣 很好玩嗎 開心嗎 你們講DAM為什麼還要挺下體 對 重點是姿勢 因為這樣才夠DAM 好煩喔 不要兩個人一起好不好 不要DAM來DAM去 會有一點討人厭是不是 真的啊 但是台灣好像常常會有一段時間 會流行講義式的台式的中文 像之前就有 酵鼠 跟什麼 我最近還有新的是什麼 妳很D耶 妳聽不懂了吧 妳很D 這應該是從那個Wacky Boys來的吧 你知道 D 有啊 這已經很久了耶 連他們都不太講了 現在是什麼 現在是那個 真都假都 對不對 真的假的的一行語 真的假的 刷可愛的方式 對 我覺得外國的朋友在這一方面 可能就稍微比較刺負一點 因為連我們自己台灣人都不太多 對啊 有些時候講我們自己都不知道了 所以有時候他們在學的過程當中 可能會造成很多的困擾 好 先一開始先問一下 我們外國的朋友們 當初是什麼原因接觸的中文呢 學不會英文 對 因為學不會英文 所以學中文有什麼理由 其實我是小時候有 接觸過一點點中文 因為我阿公是華僑 但是因為他很小時候離開之後 我家裡是沒有人在用中文 然後後來我到國中的時候 然後我英文就是一直就學不好 然後我就很難過的時候 我媽就過來說 其實妳不用擔心 因為以後中文才會是 最重要的預言 所以我就決定說 那應該我要把中文學好 然後我就來台灣留學這樣子 平靜的論 好像中文稍微比較難一點 跟英文比起來 可是他是亞洲人啊 他是亞洲人 妳說基因上面 他就會比較容易 吸收中文 我真的有發現 我之前就是在去學中文的時候 就是比如說我有 就是歐洲的同學 他們都學不會 但是亞洲人學得超快 尤其是韓國人跟日本人 越來越接近 日本的很多詞很強 漢字 對 他們很快就 不不不 然後我一直很覺得 我的天啊 我真的很 妳真的很笨 我們西方人學中文 真的非常非常難 那譬如說 義大利文 對啊 跟中文差太多了 但是其實不要說日本人 他們也學中文 沒什麼了不起的 欸 很簡單 很簡單 我的大學 我的大學中文老師他跟我說 因為我是 中文科的老師 妳是英文系的啊 我是英文系的 你會講英文 一點點 然後 不要講 不要講這個 就是 然後 你講的 你講的話 你很自在的 你很自在的在說中文 然後你說你是英文系的 但是你卻不敢講英文 不敢講 太久 太久沒有講了啦 真的耶 他牌子上面寫英文系 對啊 我真的 欸 我是中文系 我是中文系 OK OK 好 然後那個老師就跟我說 你是學英文的嘛 那就你大概是 三分之的時間跟努力 就可以學到中文 他是這樣講 因為我們是日本人 然後就是有漢字 所以大概是英文的 大概三分之的時間 就可以學會中文 大家是不是說 日本人學中文比較容易 是因為有些漢字是通的對不對 可是我跟他說 其實有時候沒有通 我前陣子 去年就帶媽媽跟阿姨 一群老人家去日本玩 你知道老人家去自由行很開心 然後就到處拍照 拍… 然後就有一個阿姨滑倒了 她滑倒的時候 旁邊就來了一個那個 你知道那個人力車 他們不是說那個人力車嗎 是… 然後那個人力車 其實也沒有碰 也沒有撞到 她只是碰到 就都沒有受傷 然後那個日本大哥就下來 也是一個小夥子 他就是很緊張 然後他就嘰哩咕嚕咕嚕 講了很多日文 然後沒有人聽得懂 他說什麼 對吧 那個小哥也拿了一個小本本 寫了字 他寫了 我看得懂的中文字寫 我們的那個怪我 你怪我 對 你怪我 然後我想說沒有 我們沒有怪他 然後那個跌倒的阿姨就說 沒有啦 你跟他說沒有怪他 沒有受傷 他沒有撞到我 你叫他不要有壓力 因為阿姨也有壓力 我想說對 我們就這個意思 我趕快翻譯軟體打給他 我說我們沒有 阿姨沒有受傷 你不要緊張什麼的 他也很緊張 立刻拿我的手機 也打翻譯軟體給我 原來他的意思是想問 阿姨有沒有受傷 我後來看他那個翻譯軟體 還知道原來 日文的漢文字寫怪我 就是問你有沒有 怪我就是受傷的意思嗎 怪我的意思就是受傷的意思 我們唸就是受傷的意思 就是受傷的意思 這意思不一樣耶 怪我 意思本身差很多的大根就在這邊 日文的大根跟大根也不一樣 日文的大根是有兩個意思的 一個是白蘿蔔 一個大根就是那個 大根… 所以你是哪一個 我都不是 你們就知道是哪一個 這是中文意思 中文的那個意思 沒有啦 那就是大根 蘿蔔的意思 譬如說像那個意思也不太一樣 勉強這兩個字 勉強 應該在日文裡面是說要 學習 念書就學習 學習的意思 對…跟中文的意思不一樣 大丈夫有沒有 來救護 對不對 來救護是沒關係 可是大丈夫我們就是男子漢的意思 對… 翻譯起來就不一樣 還是不一樣 但是寫是一樣 所以他只要會寫了 他速度就快了 對不對 好 OK 答下也是一樣 一開始學的時候 也是一直哭 對 其實是真的 但是這是正故事 因為我開始學準文是在俄羅斯 然後當時我學的是 但是也還是很難 因為我們都沒有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我每天看那個課本 然後自己練習怎麼寫 然後就是還是學不會 就一直哭 然後好 我好容易學會了 我來台灣了 我哥難過 台灣是用翻體字 我學會的沒有用 完全用不上 我真的 又要重新學 很多字要重學 對啊 我要重學 我以前 剛好決定要來台灣的時候 我完全不會講中文 所以我那時候在韓國 是買一個中文的課本就學了 然後就 在課本上學幾句話之後來台灣 我就跟那個 跟朋友講幾個話 他們就笑我 就是我跟朋友說 等會兒見喔 等會兒見 對 等會兒見 沒有 那個 朋友等會兒見 然後朋友說 秉秀不要講等會兒 等會兒 然後另外一個是我去餐廳 或者是咖啡廳 或者是偏離商店 我就是 招那個裡面的人員 就是 服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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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服務員這邊要結帳 他們就說 秉秀拜託不要講服務員 就很丟臉 我就後來就感到 就台灣要怎麼招他們 他們說 我是小姐 對 小姐 這裡 這邊 不好意思 他們都教我這樣 他們都教我這樣 對 在台灣的確就是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統稱不好意思 麻煩 不好意思 就是習慣啦 習不習慣 法不懂 那等會兒見 這的確是台灣幾乎是沒有人在 等會兒見 等會兒見 都會等會兒見 但不會等會兒 等會兒見比較少 有可能會有一會見 一會 一會見 一會見 有…一會見有 等會兒見沒有 但是可以… 因為歌有唱 所以可以得意的笑 得意的笑 我得意的笑 這還可以 老師你不會彈一下嗎 太老是不是 一 二 三 老師也會等會兒才彈 一 二 三 GO 我得意的笑 又得意的笑 我笑 好了 可以了 好了 老藝人 老師我也不太記得 謝謝… JJ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因為我也是來台灣之前 那時候就是 背了很多那種台灣必背句 然後我知道台灣有很多好吃的東西 我那時候背起來的一句就是 表達好吃的就是 誰教妳的 就是網路上有那種中文句子 然後妳就背下來嗎 對 吃一口真香 一天不吃就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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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一句我去理解 我也覺得很合理 吃一口真的很香這樣子 然後一天不吃就受不了 然後剛來的時候 台灣朋友說 妳覺得台灣的什麼好吃 我就說 我覺得雞排吃一口真香 一天不吃就受不了這樣子 滿順的啊 對啊 對不對 水果茶 對啊 喝一口真香 一天不喝就受不了 我就這樣講 萬用具 對… 然後可是 聽久了很敷衍 對 聽久了會覺得是什麼 很像妳沒有耐心 說假話的感覺 對 然後 對 台灣朋友就反應就很奇怪 他就說你這樣講很奇怪這樣子 對啊 我就知道說原來 台灣人根本好吃 根本不會這樣講 他們就是 台灣人就是超好吃的啦 對 台灣人真的吃到好吃的東西 會怎麼樣 不要這樣一直 他就這樣嗎 對 沒錯… 魚住尺 對 比較多 他老一輩的會說 對 我媽媽就是會講 不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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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大俠 對啊 其實我也是啊 因為我當時知道是學中文的時候 我用那個課本學 就是在大學 然後那個 因為老師都會嚇到我們說 如果你們沒有那個聲調 沒有人會聽得懂你們說什麼 所以一定要聽那個CD 然後一定要唸得很清楚 所以他就這樣 我家有無人口 我爸爸 我媽媽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每次那個媽媽 都是這樣子 媽媽 我媽媽 對 媽媽 對 我有大弟弟 小弟弟 小弟弟 他有小弟弟 大弟弟 也有小弟弟 那是別的意思 是同一個弟弟嗎 不是 因為 有時候 不是 奇怪 不是 兩個弟弟 對 因為我家有兩個弟弟 所以我老師都可以 都告訴我 大家想你可以說 我有一個大弟弟 跟一個小弟弟這樣子 然後還有我這樣子 所以好 那我就是大學大弟畢業之後 沒有什麼問題 是你有問題 沒有真的是 中文客人戶的CD都是這樣 對他都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 日本賣的也是這樣 日本賣的也是這種的 就是我大弟畢業了 好 那我去上海 然後我有一個師友 他就跟我說 那我們去酒吧去夜店 好 然後我們就出去了 好 然後我又認識一個中國人 覺得很年輕 然後他就過來跟我說什麼 嗨 我就覺得 我不要跟你講英文 我就是一定要跟你講中文 對 然後我就說 你好 然後就說 我家 嗨 嗨 然後妳說 然後我就說 你好嗎 我就 我忘了他跟我說什麼 然後我下一個我就覺得 NO 我一定要練習到這句話 好 我也很好 謝謝 然後我就說 加油 無人口 妳就真的這樣跟他講了 我家有無人口 我不會別的 你看我學了一年 我愛大弟弟 那太對了 大弟弟 大弟弟 小的弟弟 小的不要 我比較愛我的大弟弟 因為我不會別的 我一定要練習到這五句話 我們之前在課本學了 看到一個年紀比較大的女生 要叫他 所以我每次去買早餐的時候 我就說 伯母 你好 我要一杯咖啡 他看我很乖 但是他也沒說什麼 他就賣給我 就是我每一間叫他伯母 然後我的好朋友看到這個 他說 薯母 我們不會用這個字 對啊 就是有禮貌的方式 就直接叫他姊姊 叫大姊 我都太稱姊姊 對 大姊 對啊 那個一樣就是有 你看那個周湯豪 也是叫他媽媽 叫 比利姐 對… Sandy也叫他爸爸 謝哥嘛 對啊 他不叫媽 沒有 他就在比利姐這樣 好可愛喔 對啊 是不是 所以這樣嘴 就是聽的人心裡面 也比較開心 還是要生活化一點